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职天下》第859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待年轻的韩淑蜜行过礼 赵雍立刻恭恭敬敬地回了一礼 储君亦是君 纵然是贵为平张军国的王安石 也要先行礼 但赵雍被耳提灭命 对宰府们要尊敬 绝不可有失礼的地方 宫中有专门的人来教授礼仪上的知识 赵雍在这方面做得很完美 不过他旁边的王毅就不行了 向韩刚行过礼之后就定着不动了 赵雍侧过脸 想看看是怎么回事 就感觉王毅悄悄地扯了扯自己的袖口 手指微抬指着隔中一侧的一张桌子 赵雍看过去 就在那张桌子上正放着一根尺子 一尺长的木尺 仅仅仅有小半寸搭在桌子的边缘 尺身几乎都悬在空中 而尺子的下方还吊着一个锤子 用一根细绳连接 锤头是升铁的 看起来就很重 使得铁锤的木柄高高地翘起 抵住了木尺 这是怎么回事 赵雍一下子瞪大了圆溜溜的眼睛 这么放在桌边上的尺子 肯定应该掉下去的 先一步过来的宋用辰 早就盯着桌边上很长时间了 锤子 尺子 还有绳子 都是他让人拿来的 将锤子绑在尺子上 再摆好在桌边 都是跟着他的小黄门动的手 韩刚只动了动嘴皮子 却像是戏法一样 让人不可思议 这是什么鬼法术 宋用辰想问又不敢问 跟他一样 阁中的内侍 还有刚刚进来的赵雍 王毅 以及跟随他们的内侍 宫女和乳母 一大批人都瞧着 一脸的不可思议 不过他们都是瞧了几眼之后 就端正了身子 只用眼角去瞟 又用眼神交换着自己的想法 肯定是骄 假锤子 是寒书密啊 韩刚知道 肯定会有人想不通 就是在后世 多少学过物理 好端端 从初中毕业的聪明人 都一口咬定 绝不可能 在现在这个时代 又有几个人 能想得通透呢 这就是他的目的 先声夺人 韩刚咳嗽了一声 两声 将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拉过来 他是老师 不能任由自己的学生 陷入迷惑之中 而且 他也要上课了 韩刚看过赵雍 以前做过的习题 其实算式和记录 采用的正是 如今世间通行的 草码数字 草码原本是商人中 所用的 直接画在搬运的 货物箱子 或是麻袋上 箱中货物的数量 看着外面的标签 就知道 有时候 简单的账簿 记录也用草码 不过 现在通行于世的草码 已经经过了改进 旧草码的123 也就是简单的 将文字123 扭转90度 给竖起来 而改进过的草码123 无法通过 添加笔划来篡改 结合了一部分 阿拉伯数字 进行的改进 使得有人 篡改数字 也很容易 看出破绽来 这是韩刚 主导的缘故 所以在关西 许多小学校中 都在用这本 变异又好用的 算学萌书 当然 在真正的账簿中 不可能是 单纯的草码 还必须有 大写的数字 不论是民间 还是朝廷 帐簿上的数字 作为确认标准的 都是大写数字 甚至于 都不用草码 和小写的123 只用 123的大写汉字 这是从唐词 就流传下来的习惯 如今更是普及到 全国各地 尤其是官府 仅官府文术 凡计其数 皆取生童 而化多者改用之 于是 汉字1234之类 本皆非数 只是取童生之字 借以为用 贵点化多 不可改换为兼耳 惩罚和除法 殿下和团练 应该学过吧 韩刚问这两位 身份尊贵的学生 九九哥 我都会背了 雍哥比学生会得还早 王毅很自豪地说着 宋永辰也在旁边补充 太子聪贵天生 现在是百以内的 加减乘除都没问题 韩刚早就听说 赵雍早会 小小年纪就沉稳过人 他对此早就心中有数 可亲眼看见 还是觉得惊讶 会背九九惩罚表 其实不算什么 还没把一张 大半部分 只有加减的卷子 做完的王毅 其实也会背 可根本就不会灵活应用 韩家家里的老大老二 也都是在四五岁的时候 就被王毅 逼着背熟了 只是在运用上 是整整花了两年去练习 但赵雍 现在却能进行 百以内的加减乘除 六岁 韩刚暗暗惊叹着 正常的小孩 至少要到九岁 才能拥有的才能 赵雍现在就拥有 跟九岁左右 擅长数学的小孩子差不多 赵雍也可以算是天才 但还远不及数学史上的那些怪物 比如高斯之六 也比不上 自称八岁就能看懂 海岛算经的审阔 不过一年以后 四则运算肯定是没问题了 那就好 先把这几题做了 看一看到底学到了哪一步 韩刚第一次上课 就拿出了一张考卷 将数学上容易遇到的难点 都变成了考试的内容 只要学过一针数学 就应该能达得上来 一盏茶的功夫 赵雍先做完了 而王毅则吭吱吭 算是满头大汉 看看卷子 不过写了一半 果然是聪明过人 韩刚心道 不过赵雍虽然聪明 但体质比寻常的孩童 要瘦弱许多 脸也是苍白的 跟童年的王毅 也要挨小半个头 相较起来 韩刚的儿女们脸颊 都是红润有光 入下之后 因为学习奇舍的缘故 老大老二 甚至都晒得发黑 体质上的差别 实在是太大了 赵雍自出生之后就多病 多年来 韩刚不再经师 幸而没有大碍 否则皇后 能把提议韩刚出京的人 给流放到海外去 也真是好运气了 韩刚拿着卷子 一眼扫过 发现是几乎都做对了 只有两题是错的 想想还真是难得 从卷子上来看 赵雍至少是 后世小学三年级的水平了 学完韩刚给盟学 编定的教材 差不多 也就在这个水平线上 但赵雍可才六岁啊 当真是聪明呢 做完题之后 赵雍百无聊赖的 等着韩刚的发落 而看了看王毅 还有很长一段才能写好 韩刚便对赵雍说道 殿下若有空 就再做一道题好了 赵雍点了点头 说了一声 好 题目很简单 一加二 再加三 再加四 就这么一直 加到一百就可以了 也就是一道一百 这一百个数字的核 是多少啊 赵雍立刻拿起笔 在纸上计算起来 又过了半课中 王毅终于写得差不多了 赵雍却还没有算好 看起来还是差一点 先歇一歇 韩刚是以赵雍 停笔 不要再算了 他竟然选择了 最麻烦的死算 可以说 终究还是差了一筹 比不上那些 真正的数学大家 臣说见旧事吧 跟相细有关 也跟数算有关 王毅立刻丢下了笔 竖起耳朵听故事 而赵雍仍是端端正正 坐着不动 就是眼睛眨着 还是很有兴趣的样子 不知殿下团练 可知相细啊 赵雍和王毅用力的点头 如今世间相细的种类很多 大相细 小相细 七国相细 但最流行的 还是韩刚所创的 楚汉相细 规则简单 布局也简单 加上韩刚的名气也大 所以很快就流行开来 在宫中也多有人会下 赵雍和王毅 至少都看过人下棋 当年 陈与书密院的张纯打了赌 陈若输了 就赔出百贯彩头 若是他输了 那他只要赔麦子就够了 百贯的麦子吗 好像很多的样子吧 赵雍和王毅交头接耳 宋永辰也在心底计算着麦子的数目 但韩刚接下来的话实在是出乎意料 是按粒来算的 第一个格子放一粒麦子 第二个格子放两粒 第三个格子放四粒 第四个放八粒 就这么一格加一倍的加下去 将六十四格都放满就行 这么少啊 格中的每个人都闪过了同样的念头 然后呢 然后张书密便说 除非将赌注交换 否则他绝对不赌 也就是说 我出麦子 他出钱做赌注 不过 这就轮到陈不干了 韩刚笑了笑 后来陈又用同样的条件 打算跟曾经做过三思史的审阔下棋 可是他一听之后就不干了 说倾家荡产也赌不来 宣让 只是几粒麦子啊 王毅忍不住开口 韩刚脸色严肃了起来 做学问 讲究的是诚实 诚于识 最不好的 是指凭空想象说好坏 真的只是几粒麦子吗 究竟是多少 还是算了以后再说 韩刚之前都是带着笑 看着也和气 虽然上课前都被耳提面命 要老老实实 但韩刚没有摆出师长的架子 王毅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 不过现在韩刚脸稍稍一板 他立刻就老实了 第一次上算术课 韩刚只是让做了一份卷子 又说了一个故事 最后再把卷子的错误之处 给指了出来 一一加一讲解 不过两个学生的底细 算是摸透了 主要是数学方面的才能 王毅比赵雍差一点 而赵雍再过几年 会变得更出色 毕竟人聪明 结束了一个时辰的课程 赵雍和王毅一同向韩刚行礼 表示自己的感谢之意 韩刚回礼之后 指了指依然稳定在桌檐上的尺子和铁锤 那个你们就不想知道缘由 还请先生赐教 王毅连忙到 阁中所有人都精神一震 他们都已经纳闷了一个时辰了 这就是课后的西题了 韩刚却没有直接给答案的好心眼 今天就三条 一个是从一加到一百是多少 一个是张婶二人都不肯赌的缘故 棋盘上要放多少粒麦子 最后一个就是 到底为什么尺子不会掉下来 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把答案准备好啊 赵雍和王毅发着愣回去了 宋永辰立刻填补了上来 他问着韩刚 韩书密还真的不是戏法 韩刚一下子就变得脸色阴沉 宋永辰一个机灵立刻反应过来 韩刚最讨厌的就是怪力乱神 但太子才六岁 肯定不知道怎么做 有什么难的 想不通就不能问人吗 只要亲笔写好答案就够了 宋永辰吓了一跳 可以问人 有谁能事实皆知啊 有不明白的地方当然要问人 最怕的就是自以为是 不是每件事都要冲专家 而是学会寻找专家来咨询 才是上位者该做的事情 至于怎么挑选 相信谁 这就是关键 相信宋永辰会明白 他背后的两个人也会明白 三道题目更是出给他们看的 韩刚要教授的并不局限于知识 更重要的是学习的方法 怎么做事 怎么思考 他的目标就是要给 赵雍塑造出科学的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和方法论来 做事先学做人 正心先正三观 这是韩刚的想法 任谁都知道 韩刚的第一次课不是教太子读书 而是给皇帝和皇后看的 可是谁也不曾预料到 韩刚竟然上了这么一堂课 蔡便皱着眉头 盯着桌上的教学记录 国子监与资善堂紧密相连 好几个讲读官都在资善堂 监了一份差事 蔡便也是其中之一 虽然没有像当时的同僚一样 亲耳聆听了韩刚的第一堂课 但才下课没多久 刘唐的三道题目就从皇城内传到了南勋门的菜便手中 格林教室中也正像放在火炉上的水壶热闹喧腾 一群国子监生正为韩刚的题目吵吵嚷嚷嚷 这叫什么呀 出这到底叫什么题 国子监里有几个能做得出来的 别的不说 太子才六岁 白乐天半岁能识之无 可他六岁也写不出此恨绵绵无绝期吧 没有听到韩淑密说的最后一句吗 可以问人 官家圣人想要的不是君子 是太子 韩淑密也就是要教太子兼听则明的道理啊 这是卖菜卖惯了 上门的客人想要什么 他就卖什么 有几户人家聘西席先生 不是打算交个进士基地出来 有哪个皇帝不想要有个有为的太子继承皇位呀 多了去了 要我给你数数吗 汉武帝唐太宗 别抬杠 汉武有贪 那几个学生说话简直是肆无忌惮 尽管最后半句给吞了下去 可还是够悖逆的 真要计较起来 可是只赤成余的大不敬罪 说的人杀头有份 听的人也少不了一个流放 菜变动了动身子 想站出去训斥 但又忍住了 只是记住了外面几个人的性命 太学三社 外社 内社 上社 不生内社 上社 就别想做官 就让他们一辈子 烂在外设好了 吵什么呢 宗汝林那边还真摆出来了 就在菜变 听着隔壁吵吵嚷嚷的时候 宗泽从格林正在重修司马庙的木桶那里 找来了尺子和锤子 还有一团墨线 摆弄了半天 倒是重现了课堂上的那个实验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扬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质天下》第859集 欢迎继续收听 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第860集